这个约机齐打空球会呢 目前来看啊 这个确实是无法延续 之前会谈嘛 就是现阶段啊 你这套阵容呢 真是不太好整啊 偶尔打一些弱旅 有可能出现 你比如说呢 进入到垃圾时间 我能不能稍微试验一下 也有可能 为什么我之前谈啊 在季后赛当中 不是说没可能出现 因为一旦遇到垃圾时间呢 那你这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我尝试一下啊 我看看这种这个手段呢 这样一种阵容架构啊 机会在当中能不能好使 面对对方特定的阵容结构呢 能不能展现自己的威力 防手段呢 有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能不能够通过进攻段的高度 弥补防手段的劣势呢 那这个就可以尝试 但是长期用呢 现阶段不太现实 因为什么 之前啊 帕特莱利提出我的五个位置 两米左右摇摆人 当时为什么很难实现 因为那会儿呢 整个球形啊 身体条件呢 技术结构啊 没有那么丰满 没有那么足够 因此呢 就撑不起这种先进的理念 同样的道理 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呢 现在能够撑起什么 能够撑起当年帕特莱利的 这种思路 先进的思想 但是目前还撑不起 迈克马龙 这种两米一龙平均海拔的 这种五大阵容 目前的身体条件 还撑不起来 但是再过十二十年 因为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包括 再早些年的凯文杜兰特 以及现在 移动能力相当出色的 波尔基尼史 两米二龙的升高 对不对 以及呢 新一阀的 两米一龙左右 极具运动能力这些球员 典型的 北西蒙斯 志姆格尔德的昏波 咱就别说别的啊 先阶段 你再说挑这个明星级别的球员 组成一套 五个两米一龙左右的阵容 能不能组成 都有这种可能性 一旦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清楚 NBA是有导向意义的 先阶段来 这种球员发展的挺好 能够成为球型 那么在大学联赛当中 在世界发展之内 新的年轻人的培养这块 就会着重往这个方向努力 接着呢 支撑起来 这样一种人才输送的技术 未来是有可能的 你再过个十五六年呢 能不能出现 一支球队全是两米一左右 个个能跑能跳 能投三分 那这就是对其他球队来说 那就是灾难嘛 这就是吊打 不是说人家单纯的身高拔起来了 而是呢 伴随身高成长的同时 灵活敏捷 没有明显下降 那这个就非常可怕吗